古人说好久不怕巷子生 我觉得慢慢靠口碑去传递 我觉得肯定会好 所以我就这么开着这家店 你做办公室做了18年 你怎么会自己动手来做这个事情 我说那你就看着吧 他后来就跟我说 他说我等着让你老爷自退堂 他说过不了三个月你就会自退堂 然后我做了一个月 他就很服服帖帖地来帮我忙 因为确实我们老客人越来越多 其实我这个店位置不算好 但是我现在全靠老客人 因为客人有很多时候怎么说呢 他认准你的人 然后认准你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这一年多来 我们为什么不开这个小吃店呢 所以我们弄了很多东西 都是上海的老小吃 比方说油炖子 比方说面脱小黄鱼 臭豆腐 然后还有冷馄饨 还有冰冻板和绿豆汤 都是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而现在是寻觅不到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些小吃也是 问了一些家里七老八十的这种老年人 他们说出来的 其实我这些东西不是随便做的 所以很多老客人看我拍的时候 就跟我说 阿姨你要坚持下去 把我们上海的老传统老小吃要坚持下去 我说有你们的支持 我阿姨一定坚持下去 所以我觉得每天蛮充实的 我们是上海人嘛 是本地人 所以这个城市发展也挺快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城市能给予我们的很多 众志马 match Like the river Yangsee the pace of Shanghai runs both fast and slow Active financial industry is balanced by the smooth movements of Wushu enthusiasts in Jiangshan Park quiet city lanes adorned with hanging red lanterns are punctuated by the smells of busy street kitchens wandering through the riverside cities of eastern china one must go with the flow just as you would on the wandering yangtze winding through this magnificent Zither Harp